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人类大战重组的电影《星河战队1》 联邦电视网播出了一则号召全部青年参军保卫世界的新闻 并且简单介绍了地球正面临的危机 那就是来自于克兰达夫星球的重组生物 在星球战场上,人类部队遭到了重组的伏击,伤亡惨重 故事回到一年前,课堂上老是在讲着课 成绩不好的瑞哥却在和女神打情骂俏 女神卡曼的梦想是当上女行员 在生物课上,老师告诉瑞哥等人 宇宙中的重组其实比人类高等很多 有人却为之不懈,受到了卡曼和老师的影响 即使瑞哥的父母强烈反对他参军,并要求他上哈佛大学 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加入了军队 瑞哥加入机动部队,卡曼则进入了空军 在部队中,瑞哥结识到一帮好友 也不忘陪伴卡曼 但卡曼却一心扑到太空飞行的事业上 一次视频通话时,卡曼为了指挥战舰 向瑞哥提出了分手,并要当永远的朋友 而一次训练中,班级地出现人员伤亡 瑞哥被解除班长职务并受到鞭刑 另一人也被退回 但此时,卡曼貌似在执行任务中 逐渐与搭档山德感情升温 瑞哥在受罚后因自责准备退伍回家 但与父母传达想要回家的信息时 信号突然被干扰中断 原来,虫族突袭瑞哥父母的家 导致瑞哥下定决心参战复仇 出征之前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瑞哥见到前女友卡曼和山德 善事新秘 与之打了一架 但最后不了了之 瑞哥所在的机动部队最先登陆了虫族星球大K型 一种虫子喷射出大量的熔液将战舰摧毁 而母虫发射出了许多小虫 虫族像海水般涌来 人类战队似乎抵挡不住这攻势 大量士兵在战争中失去生命 在一波进攻不久后就撤退了 因为战争失利 旧元帅引旧辞职 一名女元帅紧接着上位 她提出了要先了解虫族才能够获胜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电视台里也道出了 可能有一种从未见过的母虫的猜想 而他们在一重太空站 查询到了瑞哥阵亡的消息 显得有些伤心 但其实瑞哥并没有死亡 而是在一处高科技容器中坚守着治疗 原来身负重伤的瑞哥被一名中尉救了 而后瑞哥一行人加入了中尉的队伍 执行了新的战略目标 从周边星球开始清理重足据点 他们先是利用导弹进行轰炸 然后再派战队登陆星球进行作战 此时出现了一种会喷火的大甲虫 对人类部队进行疯狂攻击 瑞哥凭借一级之力杀死了他 并且升级成下士 大截之后是一片格物生平 但不久后 他们收到了从P星传来的求救信号 但根据情报显示 P星并没有重足 部队进入了P星后 找到了那里的将军 将军表示这里不仅受到了重足的入侵 甚至重足能够进入人类的脑袋 控制人的行为 企图盗窃人类秘密 求救信号便是重足控制人类发出的 在一波重足的进攻后 他们开飞船及时赶到 救了瑞哥等人 他们发现瑞哥并没有死后 十分开心 他表示一切已经在高层的计划之中了 原来所有的重足都受重网控制 他们已派出大量战舰 准备捉拿他 瑞哥带领先兵去寻找最终的首脑大虫 另一方面 舰队在登陆途中 遭到虫族的攻击 他们所在的飞船被摧毁 他与山德所成的逃生舱 意外进入了虫穴 虫族要活捉他们 进贡给虫王使用 虫王出现后 扎紧了山德的脑袋 吸食他的大脑 当虫王准备吸食咖们时 瑞哥及时赶到救下了咖们 并得知 虫王是一只有智慧的大虫子 在牺牲了一名队友引爆虫穴后 瑞哥他们等人成功逃生 而部队最终也成功捕获了虫王 电影的结尾 瑞哥成为了用于宣传征兵工作的 模范步兵中尾 他们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舰长 故事也告一段落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